在37頁 title部分的話呢 title在這裡 title要做成什麼樣子呢 根據它的題目要求 其實這個地方呢 前面幾種都可以 可以起那個來做 那這裡的話呢 上面部分格式背景的部分 格式背景第一個要設定什麼 邊界要都為0 上邊界跟左邊界為0 所以在進階裡面可以找得到 接下來的話呢 背景的顏色呢 6個F其實是白色 那白色等於就不用設定 再來的話呢背景的音樂的話 就是這個地方 在一般裡面有個背景音樂 你就找到music裡面就可以找到 OK把它確定就好了 那接下來的話呢 框架固定高度固定 不可調整及無捲動軸 那就是在框架這個地方 有個叫框架內容 框架框架內容的地方 點下去以後的話呢 捲動軸 可不可以調整這個地方 打勾取消 因為它不可以調整 然後呢捲動軸要不要顯示呢 永遠不檢查 就是說它無捲動軸 就是這個地方做調整 好了以後的話按確定 那高度固定 那高度固定我看一下這地方 高度固定 固定的話 顯示框線 這裡應該要顯示框 因為它沒有說不顯示框線 所以這地方的話 這個跟這個調整就好了 按一個確定就好 那高度的話 好這裡按確定就可以了 接下來的話呢 它要設計一個所謂的這個 跑馬燈的方式 方向由右到左呈現 由右邊到左邊跑過去 呈現什麼呢 歡迎 所以呢這地方需要打字 歡迎什麼呢 來到來到來到舒曼的電子相簿 旅遊網 然後逗點 本站 本站 本網站 由 我的 旅遊 引 向 旅 路 介 少 耶 然後 驚嘆號 所以這裡的話 相簿 出門 好那這樣的話呢 輸入完畢之後 把它選取 插入什麼呢 Web 元件有沒有 跑馬燈 按完成 完成以後的話 由 右 到左 所以是向左才對 那有沒有其他規定 字的大小 這裡的話呢 確定 不過特別注意 在確定以前呢 要把這個地方還在做成所謂的標凱體 然後顏色的話呢 是紅色的 而且要垂直至中對齊 這個要紅色的 應該是紅 因為FF0000就紅色的 而且要垂直至中 這是水平 然後 那垂直至中對齊的話 這地方 特別注意說 他這個字要剛好在 框框的垂直至中對齊的話 那我們在設定的時候呢 記得就是說 可以從框架 框架內容去做一個 一個設定 應該是在這個 那個 網頁的 框架 這個地方我再確認一下 他因为他这个地方是垂直 跑马灯里面的垂直直中 高度 这边也不用调整 所以这里的话 我们按确定就可以 因为他说在 在那个跑马灯里面 做垂直直中对齐的话 应该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 好了以后的话 然后这样就完成了 这个title的部分 那我想说这个地方 应该要小一点点 因为他给我们的空间 好像感觉上面是比较小一点 再来的话 我们就要看这个menu的部分 menu的部分里面呢 他要求呢 制作一个什么呢 12乘1的 所以这里的话 背景其实就不用管它 因为本来就白色 再来插入一个表格 这个表格要几篮几列呢 12列有没有 然后一篮 12列一篮 接下来的话 框线大小为0 所以你就按这个地方 水平至中对齐 所以对齐方式 请找到一个叫至中 反正你就按照这个题目 一直做下来就对了 按一个确定 这样就出现一个表格了 接下来的话呢 制作一个什么呢 舒曼的旅游相簿图片 档名为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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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我们等一下再来做好了 因为这一题最困难就在这里 然后呢第一列插入这个图档 这个我们先跳过去 替代显示文字 那再来我们看第二列就插入什么呢 第二列在这里 第二列的话呢就是插入 images里面的0206 所以呢0206把它加进来 放在第二列里面 然后呢它的大小 保持比例打勾取消 宽跟高都120 本来就120 所以不用动它 再来的话呢 第四列 第四列的部分呢 插入这个主流 0501 0501B 所以找到这个档案的话呢 拖拉到哪里呢 第四列的地方 在这里 然后呢替代显示文字 点两下 一般这边有文字 输入金门逍遥游 金门逍遥游 然后呢 当滑鼠移过的时候呢 要换成这个 这个档 所以呢我们怎么 当滑鼠移过 所以这个地方点一下 在检视工具的里面会有个DHTML效果 这边可以做设定 点它一下之后的话呢 当滑鼠移过 然后呢选择一种效果就是交换图片 交换哪一种图片呢 这边就会出现一个选择图片 你再去选择在Images里面呢 会有一个图档叫做0501R的这个档 这样就可以了 你可以预览看一下 有没有移过去就会换一张了 好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完成了这个 再来第五列的地方 第五列的地方就是02 好一样这个地方拖拉过来 那一样就是怎么样呢 替代显示文字点两下 一般 然后这个文字地方的话呢 叫做卡6到马主 卡6 什么叫卡6 然后一样按确定 好那一样就是交换图片 所以这地方你们等一下自己做好了 那再来的话 这个第六列的话呢 就是0503B拖拉过来 一样点两下 替代显示文字你们自己再做好了 再来05 再来就是0 再第七列就是这个 0504B拖拉过来 好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第八 第八 第八的话就是 这个是0505B拖拉过来 这个先拉过来 然后再来就是0 第八列的话呢 第八列 再来就是第十列 第十列的话就是在下面 这个设计画面有点太拥挤了 我先把这个先拉掉一下好了 好那再来就是下面这里 第八列 这个应该是05 这个应该第八 第十 第十的话呢 就是 第五 第五的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第五 第八列的地方 除了说要交换图片之外呢 还要怎么样呢 移动到那个 Alben5的地方 所以这个图还要再做一个右键超连结 连结到Alben5这个网页 并且呢要在main的框架中显示 所以必须要在这边显示 按一个确定就好了 那刚刚还有一题在Alben2的地方 应该是这个吧 卡6到这个地方 卡6到马祖这个地方 也是按右键超连结 连结到Alben2 目标框架也一样是在main框架里面 所以这一题只有两个有超连结 然后在第十列 第十列的话呢 输入这个硬检的日期 就是2008斜线 mm的话今天10月01这样子 然后大小size为2 所以选取之后的话 大小size 再次 为2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 嗯 初体 接下来的话呢 星系迷你不用动 颜色的话红色 因为RGB 然后水平置中 好那这样的话呢 就完成了这个日期的部分 再来的话呢 第十二列 这个有点麻烦 刚好我的画面 这个我先把这个先拿掉一下 那在下面的地方的话 第十二列 第十二列的地方呢 我再 再来的话就是 要 这个也先拿掉了 第十二列的地方 要输入怎么样 插入一张图 0507这张图 然后把它拖拉过来 这张图呢 也是一样水平置中 所以你就把它置中 把它置中 置中之后的话呢 并把它设定 超连结 这个地方 超连结的地方 index index 找到index index 然后呢 目标框架为tab tab tab 就是整页的意思 tab 这个地方按确定 然后这个地方按确定就可以了 自中 自中 再 这个吧 把它自中一下 因为 好了以后的话呢 那就完成了这个 menu的部分 就完成了 其他是不是 水平自中 好了以后的话呢 我们再继续来看这个 man的部分 man的部分 背景一样 也是白色的 然后呢 它这个地方呢 将图片 05 01 0511到05 09 做影像合成 存成 0511 那图片高度如完成的这个图 所以各位可以看一下哦 他要的这个 影像合成的话 有没有 影像合成 所以要做好几张的影像合成 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来看好了 好 那这样子的话呢 就 也是一样 所以这地方的话呢 图的部分 我们等一下一起看好了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们先把画面 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